好,接着再看到花莲县的摄影学会荣誉理事长邱福星摄影展 您望我的故乡,即日起在花莲市民的一廊展出 总共有32件的摄影作品 您望我的故乡邱福星摄影展10月13号正式开幕 这次作品是以花冬的风景摄影为主 邱福星从她的视角拍出她心目中的故乡花莲 其中不少精彩作品都是透过特殊技法拍摄出来 每一幅都是经典制作 像这幅作品来说就是 以前人家都没有利用漫快门的模式去拍 因为漫快门失败率很高 人在动的话容易腐掉 所以这种漫快门的作品如果要拍得好 要有一些运气成分在 那有一些像那个台风来的那个冬体的作品 那个有时候等好几年 也不一定等得到一张可以拍的作品 而且拍摄时间很短 那比较难的一点就是 有些作品要拍一整夜 有时候气了不一定拍得到 但是拍到可能是一整夜才能拍到一张 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 拍摄的人有点像风子一样 就为了憧憬啊 然后就三更半夜冲这样冲 不眠不休的在那边拍照这样子 就为了起一张好的作品 市长魏嘉贤肯定邱福星对摄影的坚持 和独特美感 市长表示每张照片都是邱理事长 跋山涉水上山下海创作而来 令人感动 我们可以看到老师上山下海 台风天也要去拍照 大热天也要去拍照 还有刮风下雨 有闪电的时候更要去拍照 所以记录下非常多让人家印象深刻的美丽照片 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家花莲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名望我的故乡 也真的是我们平常的时候 一般人想要去看也很难去看得到 但是他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必须休息的时间 或者是大家看到很危险的时候 他可以在那地方捕捉到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画面 我也希望说更多的朋友能够来欣赏跟著足 了解一下过去我们所没有看到的花莲 这一次展出的邱福星有32件摄影作品 包括在花莲市取景的狂流捞捕鱼苗 还有108年台风来临前花莲港冬堤灯塔 让大浪淹没的情境 以及从风陵步道拍摄闪电 在何怀山拍摄雪景 在富里、玉里、蹲点拍摄火车、花海还有星柜 同时也展出了使用空拍机俯瞰重古美景的创作 呈现了花莲在地人文地景 另外我的故乡摄影展已起到6月30号 就在花莲市公所市民一郎 欢迎民众可以前来观赏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